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呢?没有,好,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和我们一起聚会的可以?有,在哪里,举手,啊,欢迎你,那还有没有呢?如果没有,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家事分享,好吗? 好,第二项,下个星期日8月14号,我们将会有一个水利的联合崇拜,是早上10点开始的,请大家留意。 好,第三项,下个主日我们有几位大英姐妹,是有水利和祝妹的,请你们为了祈祷。 好,水利的呢,我们有三位的,是杨怨洪、叶嘉宁和张国荣的。张光荣,sorry,张光荣。 是的,是,那家日9日,我们有三位的姐妹的。是梁海欣、叶煒芬和黄韦仪的,请大家为 зачем祈祷。 好,大四雄,為了表示潘牧師就退休了三十多年了 我們為長義會定在8月21日會為牧師收取愛心奉獻 為了表示中心的事奉和感謝 如果大家有準備的可以在那天我們在奉獻方上面寫愛心奉獻 這樣就可以了,將會有收據發出的 第五行就是為了潘牧師收取照片三十多年 有很多照片,我自己也找到一些很有趣的 牧師可能也不知道 如果你找到相關的相片 你可以把8月21日之前電郵到lighthouse.vixcac.gmail.com 潘牧師的腿一晚宴終於到滿了 所以如果大家還沒報名,盡快報名 如果報了名,還沒付錢,盡快吧 在8月14日前可以付錢 時間上8月28日,星期日是5時30分 是在金城海鮮酒家 大人成人是35元 小童5至10月,所以是20元 5歲以下是現費的 如果大家要報名,可以為Cara和Cicely報名 宣外部一直在祈禱,希望可以在計劃 可以去台灣包裝短孫的計劃 大家希望可以為事情祈禱 因為這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如果大家對短孫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電郵到mission.vixc.ca 我跟委員會聯絡 每一天的迪經,現在我們正在讀《司徒行傳》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我們一起同心 全日教會,我們陪伴一位一起讀《聖經》 還有圍堵,我們正在尋找少年同工 和主任牧師的需要託告 好,今天我們宣傳的經文在 詩篇十九篇第一至第三節 詛天術說,神的榮耀,窮瘡,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哪日發出言語,這夜到哪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請回到我們一起去《脈土》 準備個三家的崇拜 詞曲 李宗盛 寫歌曲 李宗盛 寫歌曲 李宗盛 寫歌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從大家一起努力,我們藏山華仲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请大家认识 请牧师我们来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静我天父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回到你的殿下当中 在过去的八个月 甚至在我们一生形的当中 里面我们的引导 里面我们的恩典 我们实在难以一亿的数损 但我仍然能够用一句说话 跟你说 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为 求你自己继续帮助我们 选一个欣赏的态度 一个留心的态度 去经历 去测验 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何等的美好 何等的美善 和可与立 以致我们更加的 愿意来将众赞榮的贵片列 其实众拜 或者经拜 就是一个感恩的时候 但愿我们已经预备好的感恩 能够借着诗歌 奉献 读经 和帝影师妹 一同跪手的福事 来到我们的面前 求你在天上面预纳 成为我们的嘉宾 祈祷奉耶稣命靠 Amen 请坐 他现在赞你的时间 我将时间交给领事 好吗 弟兄姐妹 早晨 今天大家都知道 是圣餐主日 让我们借着圣餐 和诗歌 去纪念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爱 主耶稣的爱 又深 又广 又信实 就好像我们以下的首诗歌 你的信实 何其广大 让我们一起习立 用我们的敬畏的心 和一个喜乐的心 去唱 你真 你信实 何广大 你信实 你信实 何广大 你信实 你信实 何广大 你信实 何广大 我一切所需用 你道意预备 你相信 我本来 愿在我身 窗下秋冬 尽管在中有首席 日于圣山 适合尽管 昏寒 天地与酒 满满 大同作见证 说书我诸 你相信 自我永恒 你相信 何光带 你相信 何光带 你相信 我相信 你相信 我相信 你相信 我一切所需用 你相信 你相信 何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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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 何光带 何光带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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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光带 你相信 你相信 何光带 你相信 何光带 何光带 你相信 你相信 何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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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复活 前生死亡 他在阿门当中 亲自 抹病喝杯 他是阿门之爱 跟着阿门主在 他们当来 吃他的病 喝他的胚 阿门当时一家一 但是一家一生 生世已 抹病 他与阿门在家一 当主在来 天使歌唱 阿门将朝见智歌 荣耀大冠火 众人受亲等待 望着做一到来 再住爱来 吃他的病 喝他的胚 没错 等到主日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吃这个盛餐 现在是盛餐的时间 加班士比主席 多谢领事 现在我们在献金的时候 献金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如果你是不清楚 献金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的在座 长老们 或者是牧师 或者是资深的 或者是基督徒的可以问问他们 如果你有准备了献金的房源锋 你可以上月之后 放在一个小屋里 我们一起为到今天的献金徒告 最低的我感谢你 你真是你的爱 你真是给我们 供应到我们很多的一切 我们现在在献金的时候 我们把小屋真的放上去 求你真是月纳 求你真是给到我们 狗里面的长老们 执事们 和一班同工 如何去将这些金钱 混用在你的事工上面 求你真是保守 保住名求 Amen 现在读经的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有两段的 第一段是在《约翰二书》九至十节 和《约翰三书》十一节 好 我们一同三一齐读好吗 一 二 犯不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 就有父神又有子 若有人盗利门哪里 不是全者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闻他的安 亲爱的大乡啊 不要厚法我 只要厚法善 行善的属夫神 客我的未见过神 好 出声教育牧师 好 出声教育牧师 不过呢 如果拿不到圣餐具 不要紧要 我们就 去 spirit join in spirit with那些有圣餐具 在家中的特定节目 你可以用饼干 或者开水 去预备 这个圣餐 今天我想用一节的经文 这节经文是两边解释都可以的 所以 我送给大家 在圣餐的时候 自己想一想 检讨一下 或者检查一下 或者检查一下 这个经文呢 就是 其实国语团的 国语团契 就是现在的活传团 以前很喜欢唱的 不过现在他忘了这首歌 算了人了 那首歌呢 就是 笔上约翰三书第二節的 我读给大家听 圣经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 兴盛一样 是一首歌仔来的 很好听的 不过想不到国语团契 但兄姊妹都忘了这首诗歌 我今天 not in the mood 唱歌 所以唱不唱 有机会才唱给大家听 是一首好好的诗歌 这首诗的金句很特别 因为英文翻译是even as 到底这个比对是 是谁给谁呢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even as 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亲爱的弟兄 他的灵性很好 但是身体很弱 所以要搞好身体 会不会是 他的身体好好 灵性不好呢 正如 中文圣经说 正如你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已经assume so even as imply 他灵性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我们身体好好 但我们的灵性好不好呢 现代人用很多的钱 用很多的计划去搞好身体 我们做运动 我们吃自然的食物 我们不吃产品 我们不喝汽水 我们减炎又减肥 什么都减 昨天才犯了一个吃肥肉的错 有人送他一碟扣肉给我 哇 怎样不吃 我还嫌他不够肥 怎样不吃 当然喜欢吃 所以我们减肥 这些减肥是为了身体好 最近去大旅行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牧师你瘦了 我说 谢谢你 不过你中环粗了 提醒我又要减肥 中环粗了 就是肚子 要减肥肚子 就是我们做很多东西去弄好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灵性 一天看一章的圣经 大概五分钟都不用 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圣经 一天祈祷 其实很简单 是吧 感谢主保守我 讲疫情 不需要上款下款 什么都不需要 今天很开心 看到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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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祇 这些是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灵性 当然还有一件事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的恩赐 原来我们不操练恩赐 直接影响灵性 所以难怪保罗提醒 提摩泰国 你要将你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 保罗是向牧师说的 更何况弟兄姊妹 做牧师也要将恩赐如火挑旺起来 那弟兄姊妹呢 我们的恩赐用不用 直接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恩赐不好用的话 我跟你说你的灵性不会很好 所以不侍奉就证明灵性不好 可以这么说 所以到底我们身体好 灵性好不好呢 我再说一个原文 没有什么很倾重的 不过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祝福话 祝福当然是 将好的放在后面 希望你身体健壮 凡事兴盛 好像灵性一样 就是说灵性好 asume 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灵性好不好呢 我们的身体好不好呢 或者两边都不好呢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身体不好都不行的 都是犯罪的 所以我们以为身体好 我们以为灵性好 我们如何搞好 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呢 今天就是送给大家思考的 圣餐的思考问题 由于我们不够圣餐剧 再一次说不好意思 是我的失算 应该早点买 9月那时一定有的 如果拿不到 我也没有 所以有的就请你自己准备了 我再提大家圣餐剧 有三层 记得透明那层是饼 银子那层是杯 不要将眼膠撕开 眼膠撕开了之后 什么都害不了 那屋里的第二姊妹 就用饼干水 或者是面包水都可以 预备一下 我提醒大家圣餐的次序 在耶稣被卖那一夜 圣经说他拿起饼来 竹舌就抹开 就递给门徒说 这是我身体为你们写的 你们每逢吃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见我 按照路加医生的记彩 是走过两巡 第二次举杯的时候 主耶稣拿起来 和门徒说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药 犹太人如今晚餐 是喝三次杯的 所以不是第一次 又不是第三次 是第二次 但是第几次 其实不重要 对我们圣餐来说 只有一句一次杯 因为我们使用一个杯 一个饼 一个杯 这个杯就是预表 主耶稣为我们 所设立的新药 而也提醒我们 主耶稣所落的补血 为了要洗净世人的罪 世人的罪 又不是只是基督徒的罪 我们知道很多世人的罪 还未被洗净 他们未信耶稣 他们未得救 所以我们传福音 所以圣餐本身 有很丰富的 属灵的意志在当中 求神帮助 我们在每一次的圣餐当中 都预备好自己 去受这个圣餐 好了 说起都预备了 如果已经有餐具 或者没有餐具的 都起床 我们在spirit里 join 那些有餐具的 和你受这个餐 好 有餐具 请和我们拿手这个餐 请我一同领受这个背 我们一起祈祷 请我天父 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个面前有机会 去到手这个圣约 主耶稣跟我们说 祂不再喝这个杯 直到祂来的日子 直到在天上面 喝新的日子 所以求天父帮助我们 一直来复这个药 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祈祷用耶稣明教 我们清楚 今天我想大家帮我看 帮我讲半篇道 我最开始的时候 会请弟兄先起身 帮我读约翰二书 弟兄完了之后 请姊妹起身读约翰三书 我不解释原因 你一路读一路想想 为什么牧师要 弟兄起身读二书 姊妹读的时候 你就想想牧师 为什么要我们读三书呢 这样 弟兄请起立 第一节 一二三 作掌路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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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三处来一节 师妹请一二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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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星期我们会一起读犹大书 一章而已 里面有很多名词 有很多人名 大家快去看清楚 到时都会有犹大书 关于约翰二三书的情况跟约翰一书一样 在圣经的内政当中 我们不能够证明这是约翰写的 不过早年的教父 他们在他们的著作当中 都不弱而同的认为二书三书 是司徒一汉的著作 这个传统一直被接纳到 20世纪初 在德国开始兴起文学的批判 叫做高等批判和低等批判 就将圣经批判到体无缘乎 所以我们接受了1980的传统 因为那一个年代 那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德国的神学家 就变得支离破碎 说起传统又真是很遗憾的 他一个我们实作的例子 刚刚试过而已 今天我们唱三个重 大家唱得很厉害 我们不习惯这么低的 你唱这么低我不知怎么唱 高八道我唱不到 低八道我老牛唱不出 你唱低了我搞不定 这个时候是传统 我强惯了那个调 转了调我就唱不了了 所以传统有些东西 不是说什么都可以改的 所以很现实 我立刻看到了 1980年的传统 为什么因为一两代的人 就废调呢 就是很废解的 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没办法证明 约翰二书三书是约翰写的 不过 约翰的门徒说是约翰写的 你还不相信 是吗 我徒弟说是我写的书 你说不是潘国伟写的 搞错了 你用什么批判 所以我不多说这些了 所以我们都认为是约翰所写的 约翰在这两本书当中 有自称叫做长老 不过长老这个字 在希腊文有两个意思 一是长老 二是老人家 到底应该翻译长老还是老人家呢 那真的很难说 翻译中文圣经的 就翻译了长老 因为这些封信是写给教会的 所以还有一个专称合理的推论 但是很有可能是 约翰说 我这个老人家写上给你的 我这个老颖颖的写上给你的 这样的意思也不定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中文圣经翻译做elder 我没看错的话 NIV都是翻译做elder 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推理的 约翰在这两卷书当中 没有强调他是使徒 大家记得使徒是比长老更高的身份 我想的意思就是 亦翰也不用提自己的使徒 所有人都知道 第一 第二是他想拉关系 他想和教会 显示出他和教会密切的关系 是好像长老和会众的关系 所以长老不是高高在上的 长老是福士 弟兄姊妹而已 所以若翰他不说自己是使徒 他说我是长老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封信 二书的修讯人叫做太太 原文就是lady 或者woman 说起woman这个字 希腊文里面有不同的用词 有些很鄙视的女人 有些是很尊重的女人 在加拿的婚宴上面 玛利亚和耶稣说 他问耶稣有什么怎么做 他没有走了 耶稣说 夫人我的事愈你何干 这些人就是这个字了 很多人看了就很生气 我搞错了 妈妈都不叫她叫夫人 但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是专称来的 my lady 所以就不要只看表面翻译 就太快乐结论 我们自己做一些研究 去想一想 上文下你先 这些都是用这个字woman 不过NIV就翻译是my lady chosen or elected lady 中文圣经翻译是太太 不论是lady也好 太太也好 就是说是个女性 到底这个女性这个字 是讲教会 因为教会这个字 希腊文都是女性的 也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以后的church的pronan 都是she 不是he 也都不是it 教会的字 代名词全部都是she 是女性 到底约翰所写的封信 是给教会 因为教会是女性字 所以是女性 还是是寻给教会当初的姐妹 那些就拗餐死了 没得拗了 由圣经学者找出两个名字 在约翰二书里找出两个名字 不过都不是很成立的 我个人来说 就觉得寻给教会 不过呢 寻给一个姐妹 也有可能 大家记得吗 女底亚二 也是教会的负责人 记得吗 她打开她的家 欢迎保罗在她家 开教会的 腓立比教会 就在女底亚家 所以 有个姐妹 她的家 开放给教会聚会 有什么奇怪 所以 我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三书的俗 俗证者 是书别写错 的俗讯者是该友 该友 就应该不是伸了其他的 该友 好像临前 罗马书和 赛特林传 因为那群人 可能已经死了 因为是四十几年之后 四十几年之后 当时写信是中年的人 已经不复在了 所以 这个该友 和之前那三个该友 应该不同一个人 这个都是差的 因为 如果他长命到百多岁 可能是同一个该友 不过 以前的男人 多数都是七十岁 就死了 所以 之后四五十年的该友 去到一百年 应该都不在了 所以 这是用常识的推论 从这两本书的 子女行间 我们看到 这两本书 是死给教会领袖的 希望大家记住 我讲你的话 那牧师说 约翰二书 是死给教会的领袖 那是女人 为什么我们教会 没有女长老 不要搞乱两件事 教会领袖和女长老 都是两件事 明白吗 从来圣经从来没有说 女人不能做领袖 圣经只是没有记载 女人做长老 我没有说圣经 不让女人做长老 记得我的措辞 很敏感 很小心 圣经有记载女领袖 不过没有记载女长老 圣经没有说 女人可以做长老 圣经没有说 女人不可以做长老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 女长老 圣经记载女先知 圣经记载女领袖 圣经记载很多女的东西 但是唯独长老无女 到底是偶然 到底是时代性 还是文化性 很多人就找这些 拗 我就不喜欢拗 这些 如果弟兄不出来做 就必知没做 上个礼拜 我不是警告过大家 大家不出来侍奉 魔鬼派人来侍奉 很现实 基督徒不侍奉 魔鬼派人来 所以弟兄姊妹 我记得 我刚刚买屋 Grade Lloyd跟我说 我家里很容易生 生那些菊花仔 1974年 多开心 见到菊花仔 哇 如果给一些种子 我种就好了 我给了你 原来是不用种的 整个草地都是 Grade Lloyd跟我说 牧师很简单 你养肥一些草 菊花仔 那些菊花仔 就死了 那我不淋水 草就不生 菊花仔 菊花仔 在草生不了的地方 菊花仔 菊花仔 某种地方 菊花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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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了的 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了 牧师退休之后,请大家勇于出来侍奉 因为你不侍奉,没有鬼牌人 说了这些吗? 在退休心态开始有了 也是死被领袖的 所以这个姊妹开放了她的家,让教会去联聚会 所以成为教会的领袖 不过圣经没有说她是长老 因为这两本书所讨论的内容都是相同的 并且跟他们的性别吻合 所以很多解经家、神学家就吵合文章 做出很多的对比 并且将这些对比做很多的引申,出很多的教训 譬如说,姊妹重感情而轻道理 姊妹是讲feel的,不是讲道理的 弟兄是重道理而不讲feel的 刚刚好就是约翰二书三书的情况 我要先说 这些对比和引申出来的教训 是有一个传设的 他们的传设是约翰二书寫给一个姊妹 不是寫给教会的 二书寫给姊妹,三书寫给弟兄 所以很明显有一个contrast 是基于这样的假设 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我们不要不理别人的假设 就反对别人的理论 OK? 现在我们教会 很多时候就错了 都不理别人的前设 否认了别人的结论 这是不公平的 也不学术的 当然你可以反对的前设 就像我所说的 我都不太同意寫给姊妹 我觉得是寫给教会 不过你说是寫给姊妹 我都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你的前设 我不一定完全接受你的 同意你的结论 不过怎么也好 这就是我们学术上的讨论 亦都是神乐界很多拗劫的原因 有一个叫阿派阿里 大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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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就有很多其他的 assumption 所以我们要跟的话 要跟得很多 我先讲一下 讲一下其他东西了 约翰三书九节里面 有说过一句说话 我前前写了一封信给你 这封信是什么信呢 是哪一封信呢 约翰写了两封信 一封叫做约翰福音 一封叫做约翰一书 我个人来说 就偏向接受 这封之前写的信是约翰一书 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二三书 都是讲教会问题的 约翰一书都是 约翰福音 就不是讲教会问题的 约翰福音是介绍耶稣的 所以写前书给你 这个人不听我说 前书应该是讲教会问题的 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性 前书我们没错了 但在有的两卷书当中 我就偏向接受约翰一书 如果我假设是对的 如果我假设是对的 记得我是假设的 而这两本书写在约翰一书之后 是九十五年之后就肯定了 所以这一连串的假设 我不要求大家接受我的假设 起码有一个framework 我们可以将这些说话 摆在时间表里面 约翰二三书的主旨 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题目 真理和爱心 约翰有时不讲真理的 他是讲光明 约翰一书讲光明 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行 所以就是这两个题目 二书所强调的就是 这位姐妹或这位教会 他们很强调爱心却不强调真理 所以搞出了很多个问题 第三书就说这位弟兄该游 和他的教会很强调真理却不讲爱心 所以又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在一个硬币的左 就是正负面 一个硬币的两边 所以姐妹说爱心不是太强调真理 所以出了问题 弟兄太强调真理不够爱心 又出了问题 所以教会这两个极端 我们都不可以反 我们在中间尽量靠神的示威 走出中间一步 孙道会是华人教会的中牌当中 走中间路性的教会 如果我们有时候偏左还是偏右 大家不妨提提牧师长老 我们好像偏左了 偏右了 偏左是新派 偏右是基欧派 所以偏左偏右 都跟长老和牧师说 不如我们说说 最近偏左左 就是说 比较上liberal 又不是 我好像太过幼 太过conservative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在二书当中 在二书当中 若翰指出说 太太啊 你太过有爱心了 你们竟然不是按照真理而行 不是犯真理而行 只是不按真理而行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的门开得太宽 开得太大 让一些不应该进入来的人 都入了力 什么是不应该进入来的 那就用我们教会的经历吧 我们教会几个月前 有个朋友进来 一进来 我都不想让他进来 因为他又没有洗澡 黑脏脏脏 逢头救念地进来 一行个乘浸脏 但是他进来敬拜神 我怎么把他踢走呢 看他的样子 你知道他是homeless 他又来我们敬拜神 那你不给 有弟兄问我 牧师为什么你让他进来 他说 有什么理由不让他进来 那我跟那位姐妹说 我说 行了 我跟他说 下次他来 我拜托他充了量才来 他说起码是礼貌 对不对 你穿衣骗的时候 起码洗澡 他真的洗澡 之后每次来都洗澡 有些时候还会游泡 因为喝酒也喝了一点 或者来之前吃了一粒药 还会游来游去 我们每个人都看这边唱歌 他看后面唱歌 今早我顶不住了 我走去 弟兄我们一起看前面唱歌 他跟他唱一会儿 我走开了 我要做事了 他又有网友 这些人应该是否应该给他来 有些教会是不给这些人来的 也不是这样的缘故 我们的创办人孙晋博士 才开了孙道会 我记得这些历史 在纽约十三路掌路会 不让那些海员进他们的教会 所以孙晋就带了海员开孙道会 你不让人来 我开教会 教会的门是为所有人开 但是有些人你不应该给他来的 那些人在教会当中存疑端 他来教会里面说没有道成欲身 耶稣不是神 耶稣不是人 耶稣什么都不是 你让他进来教会 还要上到港台里面说 所以孙晋汉说 太太你有没有搞错 你怎样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人不要说不让他上港台 你连门口都不应该让他进去 所以有句话 不要问他安 因为问他安 就是犯他的罪 记得吗? 很严厉的 教会是有些人 是不能让他进来的 希望我们教会 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鸡子 不让人进来 但应该让他进来的 用爱心去帮他 说回这位帝兄 我假设他是帝兄 他又唱歌又祈祷 又奉献了 每次来教会 就写奉献封 不管我们做什么 他就拜奉献 奉献箱 所以 这些人我们不能够 刚刚讲了 讲其他人 不好意思 大家肯定要去逝走 看直接了当的话 如果有人说 没有道成欲生 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 就是迷惑人的 他就是敌基督 很严厉的一个说话 他接着又说 不遵守圣经的教训 就是没有神的 也都没有耶稣的 就是没有子的 所以很严重的一件事 等着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我相信道成欲生 我相信耶稣神仁义性 我相信道成欲生 和神仁义性 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 你只是知道这两件事 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用雅各书所说的 魔鬼都知道 鬼魔都知道神 是没有用的 他不信了 我们呢 在三书里面 教会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帮弟兄们 太过理性 其中一个人叫刁特菲 刁特菲 他就不接待远人 大家记得接待远人 是长老的资格当中 唯一两个恩赐当中的一个 做长老什么都不用懂 只懂得两个人 当然要做好人 他品德要好好 全宝都是品德的 因此功能上只有两个 一 善于管教 其实呢 中文圣经翻译得不好 并不是善于 他是勇于教导 他预备好 他预备好他的教导 不一定善于的 第二个的恩赐就是 接待远人 刁特菲不接待远人 他的理由是 我为了真理的缘故 不同意这帮人 我不想在他们的罪上有份 但约翰说出什么呢 他是骄傲 他是目中无人 那很明显 约翰跟他说他不听 只要诽谤约翰 你知道这个人很大有限 是吧 如果平常都不敢说话 约翰跟他说话 他都不听 甚至诽谤他的 那这个人真是骄傲 真是目中无人 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 唯一的生存者跟你说话 你不听 是吗 他也是不听 还要说坏话去诋毁约翰 所以约翰就说 这个人骄傲目中无人 他不是为真理 他说是欲为真理 不过却是 为了他自己的自私 该犹是一个很榜 大家回去看圣经 他愿意接待愿人 他接待的愿人 不是谁人都接待 那些酒店没有生意做的了 是接待愿人 是接待那些巡回的报道者 是初期教会的时候 这些巡回报道的人 那些人没有地方住 是无家可归的 他们真的无家可归的 如果当地的信徒不招待他 他没有订去的 那时候没有酒店 没有Airbnb 没有Hilton Hotel 没有Serviton Hotel 没有的 所以一定要教会的人接待 接待他便睡街 那真是Homeless 所以需要接待这些人 说起接待这些远人 圣经没有讲 不过十二使徒分配录 就给了我们一些良好 初期教会的确有人 是濫用这个权利 去我家住 我曾经有四个儿子 所以那些东西都没搬走 那些东西还在我家 我整个玻璃柜 都是老耳的Gundams 整个玻璃柜都是那些Gundams 整个书架都是我大儿子的琴袍 所以整个家太多东西了 很吵架 所以来我家住一天 顶不顺便走了 第三个人都在家不动 他家很大 很舒服 那需要多数天 所以很多人就濫用这些权利 到一个地步 在早年的时候 有本书叫做《十二使徒分配录》 叫做《Dudake》 就写明了 如果有个循迴报道者来 你记住一天 你以神的爱心去换代他 住两天 你继续用神的爱心去换代他 住第三天都可以的 住第四天 他就是全异端的 劈他走 这就是初期教会的生活 要接待远人 但是刁特肥不肯 而该由肯 所以约翰就称赞过游 并且再举线多个人 让他接待 这个人叫做《Dudake deal》 大家读就读到 这个人是好人 他做神家工作 真理为他换代他 所以你好好地代他 这个就是这两卷书的内容 一卷书是太有爱心 什么人都可以 什么人都可以上港台讲到 另一卷书 不一定是纯正是为真理 不过也叫做用真理做借口 是你一样不做 那样不做 那样不做 就走中间路线 时间不允许我再多讲了 我就很快和大家讲这两卷书 给我们的教训 或者提醒 这两本书第一给我们提醒 就是一看提醒我们要坚持真理 什么是真理 《诗经》里面有个人 他问了这个问题 却没有听答案 很可惜 我们蓬身言经都骂他 你为什么不听 我让他听听耶稣如何Divine 什么是真理 耶稣就跟彼拉多说 我来是为真理作见证 彼拉多就痴痴以鼻 什么是真理 他走了 他问耶稣好好地 就听耶稣说 他说走了 耶稣没得说 所以圣经就没有记载 约翰帮我们解释 什么是真理 约翰在这两卷书当中 他可以标榜自己 你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 唯一的生存者 他一这样说的时候 谁敢说第二句话 唯一听过耶稣 唯一摸过耶稣 唯一把手探过入 箱口里面的门徒 嘩 是这样的 谁敢说第二句话 但他没有这样说 他没有说我约翰 我的意见是 No 他一直高拒着耶稣 约翰用基督的教训 二书的第九节 来为真理做个总结 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 耶稣教训过这些什么 耶稣教训过旧约的 原本旧约 耶稣透过圣灵 去感动他的门徒 或者和门徒有关的associate 去说出他的说话 就是新约圣经 所以我们的圣经 整体来说 就是真理的总结 任何超过圣经的 都不是真理 所以我们说摩门经 不是对的 可能已经不对的 因为超过圣经 神不认同的 神不认许的 下一次大家就会看到 在犹大书 犹大书很强调 跟我们说 神一次过 once and for all 将他的话给了 我们给了的了 你不要再叫神 多给一点 once and for all 没有的了 所以大家记得 好好看犹大书 所以真理不是你和我的看法 真理不是社会认不认同 真理不是民意调查 真理甚至不是讲义会决定 真理是圣经 当然在教会的架架当中 我们要尊重讲义会 我们要尊重会友大会 如果他们尊重圣经的话 所以我们大前提就是 什么都要according to the bible 如果会友大会决定的决定 是不符合圣经的话 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听 这个会友大会说的 如果讲义会决定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话 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听讲义会的决定 但是如果讲义会和会友大会决定的事情 符合圣经的话 任何基督徒都需要遵守 第一次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 我们要知道 放在心里面 教会不是民主的地方 不好意思 教会是神主的地方 我们经常都用民主去认教会 转到教会去捉招 捉招是我乡下话的 广东话是什么 捉招 将教会捉招在标石上 民主开会 会有立会不通过 就不做了 令到很多的教会捉招 因为我们没有规计圣经 约翰这些说话是唯读圣经 弟兄姊妹 我们记住这句说话就好了 第二约翰向我们指出 爱心必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 二书第二节 若翰很清楚地说 我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这个也是神给我的教训 基督的教训 保罗明显明白这句说话 所以在临前十三章 就是若翰二书三书 很早之前就写了这句说话 他说爱是什么 行狗忍爱 大家都很熟 他说不喜欢不宜 似喜欢真理 爱不能超越真理 所以一切不符合圣经的东西 我们不单止不能够爱 我们甚至要逃避 不符合圣经的 我们不能够爱 所以我们可以爱人 但我们不可以爱他们做的东西 清清楚楚的 光白些 我们可以爱同性恋的人 各个人 但我们不可以爱他做的同性恋 第三 一看向我们指出 凡爱帝兄的 爱真理的 就必定会爱帝兄 因为爱帝兄 就是爱真理的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真理的 我们爱耶稣的 我们自然就会爱帝兄 因此接待远人就是为真理作供 三书第八节 《比诗相爱》就是遵行真理 以书第六节 是圣经的说话 引用约翰自己说的说话 他说 如果基督徒只能够做好一件事的话 让我们做好被事伤害 一同气立作基督徒告 请我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和爱的当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是不单止我们自己做 我们亦都去引发 去感动 去鼓励我们身边的人去做 亦都要问我们身边的人 都这样做的缘故 我们和阳教会都同样地去做 日汉二书和三书 给我们看见有两间教会 他们都行在 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当中 这两个极端 都是日汉提醒我们要避免的 我们要在说爱心的同事 要强调真理 我们在说真理的同事 也要强调我们的爱心 我们怎样可以能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掌握好这个平衡 求天父给我们示威 但是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心志 高举真理 也要高举爱心 散开的时候 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 由于我主耶稣基督因为 父上帝的事外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尚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我们送密度 阿们 阿们 響鐘 響鐘